威尔终于到达了富人区 穷人的习惯促使他奔跑起来 但在周围人的注视中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怪异 便立刻停下了脚步 原来在时间充足的富人区 是没有人跑步的 为了掩盖自己的窘况 威尔便走到一家酒店 开了一间房 但当他醒来时 却突然想起了自己去世的母亲 两天前 威尔还在为贷款发愁 但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 威尔特意买了美酒作为礼物 当收到礼物的那一刻 母亲露出了微笑 随后便拥上威尔的身体 快乐地转着圈 50岁生日快乐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今年50岁的他 居然有着25岁的外表 原来在未来世界 基因改造使人的身体年龄 永远停在25岁 但在这之后 人们将必须通过每天的劳动 换取所需时间 人们赚的是时间 花的也是时间 一天的工资不再是100元 而是10小时 一杯咖啡不再是10块钱 而是一小时 拥有足够时间的人 可以长生不死 而对于像威尔这种 没有时间的人 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为了能为母亲 在生日买上一瓶美酒 威尔开始加班 但当威尔接受加班费时 却被告知加班费被缩减了 威尔越想越起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去酒吧找自己的朋友 但威尔刚到 时间盗贼就闯进了酒吧 原来酒吧有一位妇人 她拥有一百年的时间 有个男人看着眼红 便将她举报给了时间盗贼 有人害她 便有人帮她 威尔见状 便在百年富翁去厕所呕吐时 帮她逃了出去 但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是帮助百年富商逃离此地 她却一副不愿意的样子 被迫被威尔解救到了废弃工厂 虽然两人成功 从时间盗贼的手上逃脱 但时间盗贼却记下了威尔的仇 在废弃工厂内 威尔和百年富商 正式认识了彼此 为了展现自己的友好 百年富商向威尔 讲述了社会运转的真实状况 有人想要永生 有人就必须死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去容纳所有永生人 所以永生人必须是少数人 而为了保持这种少数 穷人去的税收不得不持续增长 于是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缺钱的人将永远缺钱 百年富商看破了这种不公 却无力改变 于是便去酒吧买醉自己 但威尔脚不一样 他说如果他有一百年 他一定会好好利用 就为了这一句话 百年富商便趁威尔入睡时 将自己全部的时间转移给了威尔 随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收到百年礼物的威尔 第一个想法就是带母亲离开这里 他手捧着鲜花 在公交车站等待着母亲的到来 但母亲却迟迟没有出现 威尔意识到不对 便向母亲的方向奔去 原来还完贷款之后 母亲的时间刚好够坐公交车去见威尔 但穷人去的物价飞涨 带动了公交车的价格 母亲恳求着司机通融一下 司机却说这是规定 随即母亲又看向车上的其他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 母亲好不容易在奔跑中看见了威尔 母亲的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就这样 在物价飞涨中 母亲去世了 失去母亲的威尔 接下来的目标便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前往妇人区 夺回原本属于穷人的一切 夜晚 为了能够更快地接近妇人 威尔来到了当地的赌场 她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扑克 眼前的富商 虽然有着25的模样 却已经活了100多年 她随随便便就下了50年的赌注 对于还有着穷人思维的威尔 她不得不身体一震 但为了赢 她必须跟 金钱导致的失去心跳后 马上出现了新的刺激点 昨天看见的短发美女 如今居然坐在了富商的旁边 为了在美女面前展示自己 也为了战胜富人 威尔不断地选择加码 甚至为此赌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但就在她的生命 只剩下最后的5秒钟时 时间的再度回流 宣告着威尔赌局的胜利 威尔获得了胜利 但短发美女却起身离开 威尔看了过去 眼神被富商立刻捕捉 富商提问道 威尔不知如何回答 只是感叹着女主的美貌 在父亲介绍过后 短发美女对威尔发出了邀请 她对于 威尔赢得自己父亲生命这件事 有所不满 于是邀请她参加家中的派对 希望在下一场赌局中 能够让父亲重赢几年 第二天 威尔如约赴宴 三位25岁的美女同时出现 谁能想到其中一位美女 居然是另一位美女的姥姥 在富商介绍过后 威尔向三人军打了招呼 没有被特别对待的女主心有不甘 便在宴会中寻找威尔跳舞 跳舞过程中 短发美女说 她一直很想做一些刺激的事 却没有机会 威尔听后 便牵起了短发美女的手 一路奔跑到了海边 她将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褪去 化为原始 奔入海中 短发美女也同她一般 两人融化在海里 在时间的照耀下 散发着绿色的光芒 两人逐渐靠近 心生情愫 但这时短发美女的父亲突然出现 打断了两人的进程 两人再次回到城堡 然而时间监管者突然出现 并抓捕了威尔 他们怀疑百年富商的死亡 是威尔导致的 因此夺走了威尔之前迎来的全部时间 在仅剩的二小时之中 为了逃离这一切 威尔将短发美女挟持 开始了两人的逃亡之旅 为了将自己的时间夺回 威尔选择用短发美女的生命作为筹码 与短发美女的父亲进行交易 威尔开口就是一千年 但富商却犹豫了 他犹豫的原因 并不是这一千年的价值 而是这一千年流向的对象 如果是给自己的女儿 他可以随随便便就给出一千年 但如果是给穷人 他一分钟都不想给 因此当第二天来临的时候 穷人去的银行没有多一分的进涨 两人继续逃亡 在过程中不断增进对彼此的感情 威尔说过可以放女主回去 但女主却受够了那种如履薄冰的生活 威尔说她抢夺富人时间的目的 不是为了占为己有 而是为了分发给其他的穷人 短发美女一开始并不相信 但每次遇难 威尔都会尽全力保护她 而且还会主动把时间分给她 在这样的相处之中 短发美女逐渐相信威尔 便决定和她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于是两个人开着一辆大车 硬生生闯进了银行 他们将银行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带走 那些带不走的 他们便鼓励身边的穷人带走 离开银行后 威尔将得到的时间 逐一传递给之前的熟人 有总是乞讨的小女孩 有已是好友的妻子 还有总是捐时间的慈善家 即便如此 时间管理者仍没有停止对他们的追捕 为了逃脱追捕 两人不得不从二楼跳下 再爬上房顶 穿过无数个房屋 最后通过公交车逃离 然而就在两人刚登上公交车的时候 公交车司机通过街边的通缉令认出了他们 他故意不发动车 等待时间管理者的追逐 此时威尔却提出条件 用时间做来交换 果然货币比什么都好用 接收到时间的司机 立刻踩下了公交车的油门 两人这才逃脱了时间管理者的追捕 但没想到刚翻过一座山 又遇到另一座山 之前被威尔劫狐的时间盗贼找上了威尔 但他却没有选择直接夺走威尔的时间 而是通过杜的方式 时间盗贼一定不知道自己遇见的 是逢杜必赢的威尔 于是用狂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威尔和短发美女终于有机会歇脚时 他们却发现之前自己所做的劫富济品 全部复制东流 原来富人有一百种方式治理穷人 即便穷人获得了大量的货币 富人所要做的也只是提高物价 便可让那些被帮助的穷人们 一夜回到解放前 短发美女先是感叹的 随后突然意识到 她知道哪里有一百万年 于是短发美女挟持了自己的父亲 就在短发美女决定将这一百万年拿走的时候 她的父亲突然出言阻拦 富商说 你只会改变一代人 最多两代人 但最后还是一样 因为人类的野心很大 总有人想要长生不老 而为了有人能够长生不老 有人就必须去死 熟悉的话语再度出现 威尔突然想起了那位百年富商 一路下恨不得直接崩了他 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短发美女的父亲 最终还是抑制住了冲动 当威尔得到一百万年后 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自己曾经所在的穷人去 时间管理者如期而至 但穷人去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帮助威尔 他们用身体阻挡着管理者的追捕 随后享受着那些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时间 时间的阶级终于被打破 人们互相分享时间 穿过那些曾经限制他们的街区 享受着自己原本就该享受的生活 时间管理者们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当阶级被打破 没有人再需要工作 只有威尔和短发美女 依然进行着劫富济评